修道要实际 修道要实际,莫着形象谨遵佛规 修道要实际,阐阳真理莫谈是非 修道要实际,待人沉浸低下谦卑 修道要实际,精进勇于承担莫推 修道要实际,悼念坚守志向莫退 修道要实际,除去妄念本心找回 修道要实际,尊贤荣重赞叹敬佩 修道要实际,勇于改过自省忏悔 我本不遇生,忽然生在世 我本不遇死,忽然死其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同样都是人生 可是每个人最后的结局却是完全不同 有些人一生为道场而牺牲奉献,无怨无悔 而有些人却是过平凡的生活 人生这块画布要如何琢磨,完全在于你自己 人生这本书要如何撰写,也都是在于你自己 既然有心踏上了修道这条路,就要永不回头 好好修办,好好了愿,多积功累得 就能一世修,一世成,懂吗? 徒儿们啊! 你们是从哪里来呀? 礼天 你们有没有想念劳母与为师呀? 有没有啊? 你们什么时候想到老师呀? 是不是当徒儿有难的时候啊? 是不是呀? 你们来佛堂是为了什么啊? 只为求作佛,不求余物吗? 如何作佛啊? 存佛心,办佛事,当下即是佛 那什么是佛事啊? 就是即是旧人 所以佛是在世间成,可不是死后才成就啊 希望徒儿们各个能做在世活佛 人间菩萨,懂吗? 徒儿们啊!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 那要如何了脱生死啊? 其实生死也在徒儿们的手中 就像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要如何改变命运? 那就是要修道 修道能改变自个儿的命运 但是要先从根本上情下功夫 想想你们求道前跟求道后 自己的命运改变了吗?